國家掌握著著著名的電閘集團 各位維青濤 我政府下定決心 Hello 大家好 我是麥慶哥 今天很高興 和大家用廣東話說話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 用廣東話和大家做示範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自十月尾至今 果敢民族民主和民軍於緬北各地 展開待天佛戶的行動 有力打擊網絡詐騙等非法活動 他地用實際行動對付詐騙集團 及其保護者所操控的緬北地方軍事力量 進行猛烈的武力打擊 這幾天的勢頭已嘗信猛 導致緬甸政府軍隊幾乎失去了 對臨近中國邊境地區的大部分控制權 緬北的罪惡之都問題已經擴散至全球 每日有超過十萬人次接觸電訊詐騙領魂 果敢的四大家族伯 毅、明、流 不止壟斷了果敢的軍事、政治、商業領魂 更可怕的是他們親手打造 並掌控臉北地區的電訊詐騙帝國 危害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在果敢聯軍的強力打擊下 四大家族的詐騙帝國已經土崩瓦解 最近 互聯網上傳出很多 據稱是詐騙集團成員主動懺悔的陸像片段 其中包括四大家族的詐騙首腦人員 他們向親朋好友發出緊急警告 中國政府已經做出堅決決定 要摩徹底終結電訊詐騙活動 要摩就沒有收手 他們特別強調 家人們 我是魏清濤 目前我在中國這邊一切都好 你們放心 魏清濤 緬甸果敢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的所謂太子 魏家掌握著一個著名的電訊集團 亨利集團 前不久 魏清濤在中國境內被捕 發布視頻 呼籲家人不要再搞電信詐騙 不要再殘害中國人 我不搞電詐這麼嫌 不是中國老百姓每當老錢 但有一些是看病錢 甚至是救命錢 多少家庭 智力破碎 多少人也親家淡產 我們家族 將下去也絕不是辦法 絕不能再從事 奸詐活動 絕不能再對中國人民 遭受傷害 魏清濤呼籲家人及時收手 不要心存僥倖 如果園區再次發生任何中國人傷亡事件 家族將承擔不了的重壓 因為中國政府必定會要求他們付出血的代價 這個決心的背後 是對保護中國公民安全的堅定承諾 好了今天的視頻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希望我們視頻為大家帶來更多的訊息 說得不好 多多包含 下次見 我們家族絕不能再從事進行詐騙活動 絕不能再對中國人民造成傷害 他叫劉正祺 是緬甸國感四大家族之一 劉阿寶也叫劉正祺的弟弟 今年10月 他被中國警方抓獲 這次中國政府下定決心 不輕巧勁戰絕不是兵 你們希望在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你們要抓住最後機會 我們會趕緊打開的運氣 把中國的運氣不通 救護給中國